瑞典一年有九個月都雪白一片 在嚴酷環境下 是被譽為從搖籃照顧到的墳墓 令人呈現的社會福利國家 如今他們要再次進化 走在中午溫度 仍是零下二度的首都斯德哥爾摩 62歲的街友皮爾 正站在寒風刺骨的街頭販賣著雜誌 他不僅接受信用卡 還有瑞典最夯的行動支付應用 Switch 一支手機就能完成付費 他們聽客人說 我沒有帶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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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你是要搭車 在街上買小吃充金 到市場買菜 身上沒帶半毛錢 都有辦法再斯德哥爾摩過一天 電子支付當道 也推動了IJ頭 這樣的新創公司的崛起 因為有很多客人 想要付錢 我沒有帶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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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要維持 你必須適合 你必須適合 新的方法 取付付費 那些客人想要付錢 所以我喜歡 Stockholm 你必須適合 這個挑戰 非常開放 目前瑞典是全球 最少使用現金的國家 現金佔GDP只有2% 如果你在街上走 街上 想買東西 你會有 你的帳戶 一直都會 你不必須去 一個銀行 買錢 錢 如果是容易 購入 銀行 市場經常會購入更多 所以它有 它有一個正確的影響 整體的影響 而且 當你跟警察 他們說 它會讓他們的工作 更容易 因為他們可以 調查金融交易 所以他們可以 依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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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瑞典金融科技的蓬勃發展 讓社會跟企業都受惠 這不僅是因為瑞典人民 勇於捨棄就價值 俄典是一個國家 它是 一個高級的信心 在銀行 銀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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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對人口 只有台灣一半的瑞典 他們正在大步向前 那 我們呢 military